人死后进行火葬 再把骨灰瓮放置于坟场 恭候人拜祭 是日本最常见的丧葬仪式 但社会老化严重 加上死亡率逐年增加 近年来年轻人对丧葬仪的态度 正悄悄起了变化 这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届日本殡葬展览 就可以看得到 本届展览吸引了超过300家参展商 而提供的丧葬服务 样样兴起勇趣叫人责责称奇 像是眼前五彩缤纷 象征节日喜庆的气球 谁也没想到能和树木庄严的 丧葬仪式扯上边 也有业者紧跟潮流 将科技融入传统丧葬服务 出动小型无人机拍摄丧椅过程 供后人留作纪念 普通的铁铁是 从空中的空撮 想起来 这些小铁铁铁 使用室内 或建议物 也会让人都能保存 再次拍摄 另外那些千边一律的骨灰望颜 换上新装 涂上笑脸世人 还有以花花草草装饰的棺木 我不叫人耳目一新 对于这种改变 殡葬业者纷纷表示 这只是顺应虚实 反映了现代社会 同时强调种种巧思的最终目的 不过是希望死者永远安息